这个头尾 自己就能粘合在一起了 它有剥纹的 拿起来 拿起来 要不拧的熬纹 主要是这个头尾它这样 但一般这个肉它也是比较成型的 它也不会滑动 一些开口有问题不大 这个下锅的油就有点浑浊了 是因为里面的那个面粉吗 就是面粉有点溢出来了 好 慢慢的一锅都放下去 这个倒是不怕它们每条之间粘连在一块 因为本身豆腐皮就是有一些油的 就这样子放在里头 慢慢的炸 对 标哥刚才说了七成热的油温以后 这些下锅以后火要调小了 那个油温不可以太高 只要是烤油温 把这个油温放下去 微微冒泡就好了 对 它里头的水分慢慢的 这些电池楼不要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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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这一锅摆在里头 看起来很漂亮 那我们这个就是关小火之后 让它在里头 对 这个电池 汗的炸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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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需要以前够的铺 好 但因为那些的炸汗 要爆一下铺 铺铺铺 当然不一定可以 所以这个炸汗 稍微烤焦 要去炸汗 然后炸汗 然后炸汗 地线炸汗 慢慢的让肉 磨泥头透心 不不不 但是这些炸汗 因为炸汗 炸汗 因为炸汗 炸汗 太黑了 现在这个颜色还是金黄色的 相当的诱人 那是火炸 刚才说 这豆腻部也比较炸汗 有点烤铺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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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铺�铺�铺��� 好 好 好 這這那 要我開開開開開 對 很簡單的葡萄 您婆的切切 好 把它切切切 這這麼熱你不燙嗎 好 它就脆 哇 這個豆腐皮一切開 這裡頭這個肉香味就溢上來了 好這五香點就炸好了 也改刀了 試試味道 嗯 要不要用五花肉 然後 它裡頭 這個豆腐皮炸一下 非常的 酥脆啊 然後這個五花肉裡頭是軟軟的 又不會說很 咳嘴巴這種 然後再加上這個 鼻脊在裡頭增加了它的甜度 而且你看這個五香卷 外皮很謙虛 內含是很豐富的 像極了咱們莆田人就是 內臉謙虛 但是肚裡大有乾坤 好了這期五香卷就做到這裡 朋友們再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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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